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各位 歡迎大家來到自然療法與你 也有你們的節目主持人Anna 我們今天請到我們的嘉賓 就是袁醫生 袁醫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們這次應該集中會解答聽眾朋友的問題 其實看到至少有兩個聽眾朋友 都關於耳鳴的照片查詢 袁醫生 或者我先說一說他們的問題 袁醫生好嗎 好啊 有一位就是署名叫病人上的聽眾朋友 他就說本身是自己有耳鳴的 醫生跟他看過他的鼻咽 也都拿了一些組織 發覺不是鼻咽癌 之後左邊的耳也同樣有耳鳴 他就說現在商議耳鳴 通常他覺得很多人都有 不是什麼大病 但西醫也沒有什麼特效可以幫助他 現在的情況影響他睡眠方面 就想請教袁醫生 問自然療法有沒有方法可以醫耳鳴 以及會不會說是 醫過這種類似神經性的耳鳴 他很想請教袁醫生 另外有一位聽眾叫Clayman 亦是想問一些關於耳鳴的問題 或者醫生我都說說他的情況給你聽 謝謝 他本身長期都有耳鳴的問題 嚴重的還會耳水不平衡 而導致他會有頭暈的感覺 他也看過中醫、看過西醫 也都照過MRI 但也找不出病因 但他知道自己如果工作期間壓力大 就會發作有耳鳴 這幾年都稍為好一點 就沒有說出現這個耳水不平衡 而令到他頭暈的感覺 但是耳鳴因為工作壓力大增加的話 就導致聽力也下降 當然他自己也盡量在工餘的時間 就是減一下壓 不希望因為工作壓力大 而令自己太緊張 然後可能耳鳴又復發 但是這位聽眾朋友 他本身的工作雖然不是股票或財經的行業 是做IT的 但是日間的工作量也可能都有 以及不能逃避 這工作 他說除非退休 否則也會繼續做 但是這個階段 他就未說有什麼正確的方法可以幫到自己 他就說知道不奢望會跟著到 但是希望耳鳴 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 袁醫生可以請教你 可以改善得到 似乎這兩位朋友都有一個耳鳴的問題 想請教的 袁醫生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可以分享到 或者幫到他們呢 其實耳鳴是一個比較常見的問題 雖然我在香港暫時未找到什麼數據 到底有多少人有這類的問題 但是在美國我手上有些資料 美國大概有5000人左右 有這種耳鳴的問題 其中1200萬人是比較嚴重的 耳鳴可以分開兩大類 一種我們叫做主觀性的subjective 一種就是客觀性的objective 主觀性的意思就是說 比較常見的 基本上我所處理的那些 大部分都是主觀性的為主 是 即是說這個情況就是 病者自己感覺到 而其他人聽不到 客觀性的就是嚴重到 別人在哪一邊都說會聽到的 這個其實是挺嚴重的 很嚴重的 當然那些起因 一般醫學上的起因 都是跟那個噪音 或者很大聲的音樂 或者爆炸聲音 那個槍聲 那些大聲震壞了耳朵的中耳 就導致這個疫苗 有些人可能會 突然之間受到這些聲音的親集之後 就暫時性聽到的 但是很多人 我所接觸的很多病人 都是沒有這個因素的 即是他不會說他在工作上很吵 通常都是不知道為什麼的 其實一定都有原因的 而現在醫學上的本書 通常是我們的所謂毒素 就是局面的 環境上的毒素 食物的毒素 和藥物的問題 導致出來的這種耳朵 當然耳朵中的聲音 有很多種類型 有些沾叫的聲音 有些沈茹聲音 有些跟火車聲音 有些管eme號 project 原來有分數以多種 有很多種不同的聲音 有些是靜的地方聽到 如果是平時掛著工作就不太覺得 有些是大到基本上睡都睡不到 短短短短,很明顯身體狀態好一點 就會沒有感覺 如果人的狀態差一點 可能睡不夠、喝咖啡多 他可能會覺得嚴重一點 除了有些人耳鳴之外 這位聽眾就說他會影響他睡覺 可能吵到他自己都睡不著 令到他有些人會頭痛 或者消化的毛病也會出現 因此令到他在學習方面出現障礙 當然耳鳴的人經常睡得不好 很悶悶 因此睡得不好也會累 所以這些是一般人的耳鳴 但大部份我接觸那些 都是比較輕微的 總是有些聲音在 通常在院廚醫學上 我都沒看過有什麼很肯定 效果很快的方法 中醫有中醫的手工具 西醫方面 一般的西醫如果是老實 他都會告訴你 西醫是沒得醫的 完全沒有任何東西 不知如何入手 到底是什麼導致耳鳴呢 簡單來說 應該可以說 耳朵裡的器官有輕微的炎症 簡單來說 他是有輕微的炎症 當然我們身體不斷發炎的狀態 長期發炎 就會慢慢導致比較嚴重的問題 例如心臟病壓 血管閉塞 某個程度上 都有一種輕微的炎症 如果在耳朵裡 內耳出現這些輕微的炎症 可能會發出這種聲音的感覺 簡單來說 耳鳴和我們的營養不良 其實是很大的關係 我一說營養不良 很多人都會覺得 沒有什麼可能 對嗎 太急救了 現在的人雖然食物很充足 也很多 但始終食物的質素 是不耐健康的 發現食物裡面 太高脂肪 太高膽固醇 或者太多精煉糖分 對我們而言的問題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應該遇到這些問題 第一時間 將食物的飲食習慣改一改 吃多些植物性的蛋白質 例如肉類方面 用植物性的蛋白質 以及複合性的碳水化合物 喝多些果汁 菜汁也好 不同的果汁 因為這些新鮮榨的果汁 菜汁有豐富的維他命 礦物鹽和酵素 酵素某程度上是一種消炎作用 我們很多時候遇到一些運動創傷 或者有些人要進行一些很激烈的運動 很多時候肌肉會彈彈彈彈彈 我們也要用酵素的方法 幫助他加快他的復原能力 所以喝多些失鮮榨的蔬菜和果汁 是有幫助的 補充營養 在外國自然醫療裡面 其實有很多方面的研究 到底內耳這種聽覺細胞的營養 當然需要水分、養分和不同的營養素 令到我們身體的神經訊息傳達 進入腦部會傳達得更好 一般來說 哪類營養素 譬如維他命很重要 我知道 我們可以補充一些維他命 譬如維他命A 大概25000的國際單位 維他命B1 100-500mg 每日 這全部是每日的份量 維他命B3 或者叫Niaxin 大概50mg 一日兩次 慢慢加到500mg 一日兩次 即是最多到這樣 再加上少許升 配合升和銅鋼 這兩個抗物鹽 跟維他命B3 一起用是比較好些的 維他命B12 Cyanocobalamin 1-5mg 一種口服的方法都可以 通常維他命B12 通常過去比較容易吸收 都是用注射的 但是你知道 很多人都不太喜歡 經常去打針 口服的那些都有 口底含的那些都有 還有B雜 始終我們除了個別的維他命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營養的治療 是要多方面一起的 即是不能單獨去做的 很簡單 我們身體的食物 不可能單方面吃的 我們不會直接吃維他命A 所有食物 都是多種營養素的 我們生命是需要多種營養素的 所以記住 進行營養補充劑 很多時候就要全面去做 就不要單獨找幾種營養素去做 這個也是導致為何營養 營養學這方面 是這麼難給西醫的認同 因為西醫是習慣了的 他用了這些叫做 還原式的思考 將任何的研究 都要針對一種去做 但是始終 營養學方面 身體健康所需 會不會單方面 所以很多時候 這些實驗都不成功 因為本身的本質是有問題 好了 除了B雜 維他命E 400-800IU 維他命D 500-1000IU 還有鈣 還有一種Ionized 鈣 容易吸收一點 500-1000Mg 尾 Megnesium 高度500Mg 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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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很多水果 也有 香蕉是比較多 還有升級修肥60Mg 有時候 人們 因為鐵的貧血 也會導致這方面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可以嘗試 用 跟鐵質比較多的食物 例如Beats 或者Blackstrom Alansis 黑椒糖 當然最簡單 是豬潤 這方面是小牛肝仔 如果人們不是素食 這方面是直接快很多 始終用食物的方法補充 也是比用維他命 和化學物質更好 好了 也有些過去研究 發現有些特別的維他命 B12、B6、B5 特別是幫助這方面的症狀 尤其是很多時候 耳鳴的人 是B12不足的 是 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最快手 如果真的發現這個不足 就是用鑄石的方法 很快會看到 可以很容易補充 但我們聽眾 其中有講述 因為他經常以名 令到他睡覺都出現問題 是的 在這方面 有一個研究 他們就被 叫病人服用 Turkiclo-Melatone Melatone 是一個最近發現的 一個身體的荷爾蒙 他說是荷爾蒙 但他的安全程度是很高的 是 即是你很難服用的份量 是多到出現問題 基本上你沒有可能吃得那麼多 要出現問題的份量 根本是很難達到的 一般的市面 看到都是三個mg 連續吃三十日 Turkiclo-Melatone 記住 它的效果是幫助你睡覺的 所以吃Turkiclo-Melatone 通常臨睡一個小時就開始使用 就不要有營養素 只吃三次 日後都吃些 Turkiclo-Melatone 絕對不需要這樣使用 臨睡的時候 就吃三個mg 那發現 連續吃三十日 其中做研究的人 差不多一半的病者 就改善了 即是不單是睡覺那裡 改善了 另外耳鳴也改善了 始終我剛才也提及 我相信我這位聽眾 都有講及的 當他身體累 睡覺不足 情況會比較壞 所以如果令你睡得好 也會改善這個問題 OK 好了 還有一個工具 叫做銀痕 Turkiclo-Melatone 香港人吃銀痕的果實 我現在講的是銀痕鹽 是 我可以講說 在外國西方國家 所謂的銀痕 是比較多的 好像聽聞 在歐洲來說 差不多是最高銷售的營養數值一 好 好了 那銀痕呢 可以增強我們身體的血液循環 尤其是微血液循環 所以呢 如果我們的耳鳴問題 如果我們的血液循環好 變成養分 營養會加快 都發現 即使用銀痕 都是一個會幫助這個耳鳴的 當然 那份量方面 可能都要比較多些 不要太過小的份量 你減少一輪 大致然一般都會有幫助的 好了 那當然耳鳴 我這位聽眾都有提及 當它的工質壓力大 已經都會比較差 很大影響 所以用任何的減壓方法 是會有幫助的 是 有些是用Biofeedback 總之 這些不斷的減壓方法 都有幫助的 好了 那在德國 有人企圖做了一個實驗 就用那種磁蛇 用MAT 來刺激我們腦袋的一部分 發現 它在左邊的 叫Temporal Parietal Cortex 那個部分 即可以說 左腦的側邊 側邊 近側邊 後邊 放了一種磁力的治療 那他們 就用了14個病人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很嚴重的 總之 長期醫來醫去醫不好 這些嚴重的耳鳴 大部分的病人 都發覺 在治療的過程裡面 那個耳鳴的聲音 是減低了 好了 還有一個可能性 我們都要考慮 如果有耳鳴 就看看有沒有牙膠這個問題 是 即是有些人 牙膠那個出現問題 我叫TMJ 那個功能上出現問題 那就會刺激那個 周邊的腦 神經線 是 可能會出現很多古靈精怪的症狀 是 如果是有耳鳴的朋友 都可以應該看看 即是我們有沒有出現 有沒有TMJ 所謂牙膠這方面的問題 如果有就要處理牙膠 有些處理方法很多 有些就去牙醫那裡 當然不是所有牙醫都會做的 我講說大部分 一般牙醫都未必會的 你一定要找牙醫 是真的受過這方面的訓練 有些脊骨神經科醫生 都是有這方面的特別訓練 一般的脊骨神經科醫生 在學校的學習過程 都會學習有關這一類的問題 除了這個之外 有些電力的治療 用不同的電力的治療 其實都會有幫助 我都跟大家提及 有蘇聯的太空科技 是一種神經系統的協調器 沒錯 這種工具 在某程度上 其實都可以幫助 好了 除了這個之外 有一個工具 有一位醫生也有介紹 這也是根據科學科研製造出來的 這個研究 在紐約的Academy of Science 研行中有提出 這個研行中 研究是用了DMSO DMSO 是一種 英文叫Dymethylsulfoxide 是一種植物裡 樹木裡 提煉出來的一種融劑 一種Solven 是 背後也有很多爭議 因為這件事是對那種痛症 招背痛 那個Fungus 那些問題 是 香港腳 這類的 或者那個 毛菌的問題 效果是很驚人的 嗯 背後也有很多政治鬥爭 在這處 企圖是讓醫學界 想禁止它 是 我一向也和大家分享過 當政府企圖說不好 或者說他有危險 想禁止它 通常這件事的效果很好 影響到藥廠的利益 於是他會採取行動 將這種物質禁止它 將來我和大家慢慢分享 因為這方面的資料實在實在太多 包括很多癌症有效的癌症方法 都被當權的醫學界禁止了 所以這個DMSO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好了 在這個研究方面 他們就用DMSO 加一些抗炎的物質 加一些抗張血管的物質 就直接放在耳道那裡 即是外用的 如何使用呢 每四天使用一次 再加上注射DMSO DMSO其實可以注射用的 可以將很多東西帶到身體 除了在耳道那裡 使用DMSO 加其他消炎和抗張血管的物質 放在耳道每四天使用一次 再加上注射 肌下肌肉注射 一個月之後 耳鳴 差不多有九個病人 完全沒有了 有兩個病人是減少了 還有兩個是間歇性的 即不是持續的 可以這樣說 效果差不多是一百分一百都有效的 很厲害 當然這是一個小的研究 不是一個大的研究 你可以看到 效果很好 當然進行這種治療的醫生 在香港我都未聽過 能夠懂得用這種方法的人 我相信暫時都未見過 但是DMSO是一個很簡單的物質 如果有機會大家可以買得到這件事 我想在外國是一般的健康店 也有的 在香港也有的 那就可以用來 DMSO 最明顯的效果就是治療香港腳 這個效果是最好的 任何的毛菌引起的症狀 是最好的效果 嗯 好了 除了治療之外 當然最重要是如何預防 正如我所說 很多人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故 除了那些特別的吵爪的聲音 香港一般人 除非你是地盤工作 不肯戴口耳罩 一般人都不會的 除非突發性 症狀 症狀 那些通常 都會過一段時間會好的 但部分都是慢慢出現的 正如我所說 是很多食物裡面的化學物質 慢慢嘔吐出來 毒素內醉 這些食物 包括酒精 煙 咖啡因 還有很多水喉水 今時今的水喉水 除了幫你消毒細菌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化學物質 荷爾蒙藥 很多時候就是 譬如家庭 或者辦公室裡面 都要保持清潔 發言 在辦公室裡面 我們經常接觸那些 應印機 其實很多化學物質 在裡面 家庭裡面用的清潔劑 例如 防貓的鞋 這類的東西 都會導致這個問題 會更加加劇 所以盡量 減少用化學的清潔劑 如果有 盡量把這些工具 用一些天然的工具 例如 梳打粉 是一個很好的除烏 除積的物質 我們很可惜 其實自然間有很多很簡單的工具 是應用範圍很廣的 很多時候 我們都貪方便 當然也有很多商品廣告的推介 令很多人慢慢地 都不再用這些有效 簡單的工具 用很多有化學物質的清潔劑 好了 一個很大的因素 就是藥物 很多人吃抗生素 或者鼻孕軟 或者止痛藥 或是野生素 也會導致出現耳鳴的問題 好了 飲食方面 我曾經再強調 高脂肪 高膽固醇 和高糖分的飲食 都是不好的 儘量 如果精煉的碳水化合物 譬如白米 還要用一些複雜的碳水化合物 白米可以轉為紅米 或是糙米 白米 吃白米 盡量吃一些 全麥的麵包 食物方面 酸性的食物 譬如肉類 也要盡量減 用多些鹼性的食物 譬如水果 蔬菜 都可以再用 我相信 我們可以遇到這個問題 首先 自己能夠做 是將我們的飲食習慣 用剛才的方法 盡量減 如果大家願意做 都應該會有效果 將這個問題減輕 再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這些營養補充劑 加進去 在我過去的經驗 這類的問題 其實 改善它很容易 但要完全克服 就比較難些 主要原因 很可能 那個因素 跟食物的毒素有關 是 是 我們環境的污染 污染 在這種情況之下 香港人可以這樣說 真的有時候是避無可避 避免不到 但不是說不能做 這個肯定 我相信很多我遇到的病人 第一去西醫 老實的西醫 都說得明白 不能去醫 很多人都會去中醫 那方面去做 中醫很多時候 都是著重於用中醫的藥方 去保神 這些綠美地黃縣 比較容易用這些 但我看到很多病人的經驗 在這方面進行中醫的方法 效果都未必好 不妨遇到這個情況 先試一下 飲食方面 刻意去改善 看看這方面有沒有改善 再沒有的時候 先用其他營養素 當然同類療法 也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如果我們發現病人的症狀很清晰 很明顯 很多時候我用同類療法 都可以幫助 譬如有些人吃 因為吃阿時不靈 導致的 有些人會 因為阿時不靈吃了很久 就出現耳鳴 同類療劑 就用回阿時不靈 以毒攻毒 製造的療劑 你知道同類療法的療劑 是經過一連串的稀釋 將本身的物質稀釋到 過億億億萬分之一 基本上你去化驗室 去驗室 完全不是一個物質 但這個效果是有時候非常之好 這就是耳鳴方面 另外一位聽眾 Kelman 其實他說的時候 有時候他加起來 有耳水不平衡 或者導致頭暈 是的 有 這在醫學上有一個症狀 叫做Meneer syndrome Meneer Meneer 簡單來說是三種物質 合起來 耳鳴、緩云 以及聽覺慢慢減弱 因為這三種物質都有 譬如長期耳鳴的人 都會告訴你 聽覺是慢慢變差 那也是有Kelman的病症 對 這三種物質 在醫學上叫做Meneer syndrome Meneer syndrome Meneer syndrome 這三種物質 是可以吃到營養較高的蔬菜類食物 而且要減鹽分 因為鹽分太多 都會令到身體的水腫 也會導致這種問題 咖啡、咖啡因和酒都要避免 所以這個Meneer syndrome 其實很簡單 就是這三種物質 頭暈、失血平衡、耳鳴 加上聽覺慢慢減弱 這個叫做Meneer syndrome 除了這方面 營養方面 加上Cromium 因為我剛才所說 Meneer syndrome 跟糖分比較低 就是血糖低的因素 處理血糖穩定 都是用Cromium 我記得我們以前 在這個節目上 都提及關於糖尿方面的處理 沒錯 還有一個就是COQ10 COQ10 亦都幫助我們血液循環 就像Ginkle 剛才所說的銀杏葉一樣 都是發揮這個作用 將微循環系統加強 其中除了這個之外 脂肪酸 必須的脂肪酸 例如黑卡輪子油 月見草油 阿麻子油 這個也是幫助我們身體 在這方面的問題 尾也有幫助 Megnesium 也有幫助 還有一個營養素 叫做NAC N-Acetyl-16 這個 是把我們拉走 重金屬的 有時候 用這個NAC 比如500mg 一日兩三次一日 都有幫助 這方面 可以這樣說 Megnesium 也有很大的益處 中醫 中國人 用人心 這些都可以 如果遇到這個 剛才所說的 包括這兩大類 Megnesium 移民普遍很多 Megnesium 經常在我們診所 都遇到這類的問題 但以明 比較普及很多 問題 很多人都困擾到 當然很多人都試試 都不知道怎樣算好 也沒有特效藥的方法 很多人就這樣接受就算了 所以看到很多人 十多年 一直都困擾他 一直都不知道怎樣算好 希望可以幫得到你 對 幫到聽眾朋友 另外Klayman 也有另外一部分的問題 或者我們稍後再回來 就可以再請教完醫生你 我們稍後再回來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 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 及個人用品 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 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 自然療法與你 這個節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歡迎大家又回來自然療法與你 原生你好 我們有另一位 其實同一位聽眾 Clayman 也有另一個問題 想請教醫生 或者說說我的問題 好 其實是關於滋溢性的脫髮問題 Clayman 說自己有這個問題已經很多年了 自己對起居飲食都盡量留意 本身亦都不吸煙 不喝酒 亦都比較少吃肉類 亦都盡量不吃一些加工的食品 例如罐頭 即食麵 或者汽水 咖啡等等 他都不喝 盡量少吃 變成他真的很想知道 他說除了西醫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去改善 這些問題 我真的想請教完醫生 這個就是Clayman 我有另一位聽眾 他有另一位聽眾 對 或者讀一讀 好 其實這位聽眾 潘先生 有提及到 他本身自己有滋溜性皮膚炎問題 一直都很久了 最近這一年 常用的西醫藥膏 亦都發覺用了 有一年的時候 他復發的時間 反而比以前快了 越來越多 對 越來越多 變成真的想知道 請教完醫生 自然療法方面 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幫助他 或者令情況更加好呢 這樣 看看 Clayman 他的電郵很可愛 很多人都有這種說法 有一種念頭 除了西醫之外 有沒有其他辦法改善 或者解決呢 其實我在我們的節目 早前 我都跟大家分析過 其實 現時的西醫 他們的醫療應用 適應應的地方 就是 可以這樣說 在處理那些 創傷性的問題 骨頭流血不止 皮膚嚴重的灼傷 還有一些必要的開刀 我要說必要的開刀 因為很多時候 開刀都是無謂被人開刀的 譬如 在德國有些數據 譬如 那個 盲腸炎 割盲腸 發現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的盲腸 割盲腸 根本是無謂的 也有些人發現 百分之九十的女性 被人割了子宮 是根本無謂的 可以這樣說 大部分文明地方的病 起碼百分之七十 簡單來說 西醫根本就不用想 你剛才這位病人說 有沒有心臟病 糖尿病 是 其實我都未認識 任何一個人 有這些問題 是看西醫看得好的 通常都是吃藥 吃一輩子 一不吃藥 就反發 這些不是叫做看得好 這些叫做禁 西醫對大部分的文明病 根本是束手無策 只不過他們勢力大 令到很多時候 其他的醫療被他打壓 令到那些人 沒有辦法享受 一種有效的健康的治療方法 慢慢地我會在這方面 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方面的資料很多 舒適很多 讓大家知道 如果一天我們的醫療制度不改 其實我們很多問題 設計都解決不了 真正要解決 我們要開放醫療 令多方面的公平競爭 是 好了 看回現在所說的 支漏性 支抑性的皮炎 英文應該叫做 Sibarate dermatitis 是 那這種問題 怎樣看呢 簡單來說 正型是怎樣 通常就是 表面上皮膚有些疹 有些紅的粒粒 是 是 在頭皮那裡比較多 還有 面珠燈 還有 可能在身體的其他部分 好像 隔膠底 大腿內漆 或者 頸部這方面 通常是未必定痕 也有季節性 是 冬天是比較嚴重的 簡單來說 這個支漏性的皮炎 通常是跟我們身體的油脂過多 所以叫做益油益 益 即是流出來 還有頭皮 類似頭皮 比較黃黃的頭皮 油肝 原來有很多頭油 一塊塊 很多時候是十蚊仔出現 十蚊仔已經開始了 兩至十二個星期之間 或者是中延 或者年紀大 都有這種情況 有些人一輩子 經常都是反反覆覆的 我們在處理方面 我們會考慮哪些方面 第一就是看食物的敏感問題 通常我們發現 有這種症型的問題 通常小時候有些頭泥 所謂叫做頭泥 是呀 雖然頭泥未必一定是 跟食物敏感有關 但發現 百分之六十七的 有頭泥的殺蚊仔 到十歲的時候 發現它已經出現很多 食物敏感那方面的問題 雖然早期沒有都好 最後都會有的 所以我們要考慮 如果長期困擾這些問題 其實大部分長期困擾問題 我常常會在食物敏感那方面 去著手 去著手 看看到底有哪一類 幸好 一般來說 因為這些是慢性的問題 不是一吃都沒有 還會馬上爆發 是 如果你真的要自己去做 我覺得 唯一有效的方法 就是做一個斷食 用清水斷食 或者用一些很簡單的果汁 例如檸檬汁 加少許蜜糖 來斷食一段長的時間 如果食物是一個因素的話 斷食期間 你應該症狀會改善很多 然後你可以慢慢地把 你平時喜歡吃的食物 通常你喜歡吃的食物 敏感的機會比較高 慢慢加 你斷食停了之後 你就一樣一樣地加 你喜歡吃的食物 加回它 就觀察一下 這樣 如果你吃了之後 皮膚又爆發 又紅又有疹 之後很大機會 那種食物就是這樣 敏感 除了這個自己可以做的方法 另外一個就是 有一種測試 有一種食物的測試 現在已經容易了很多 以前又要抽很多血 現在今次今日 我們有一種方法 用刷手指都可以 這是一種檢驗方法 香港現在都有的 當然也不是香港的實驗室 做的 都是寄去外國的 這個是在那方面著手 其他營養素方面 發現了一種叫做生物素Bioctin 尤其是嬰兒方面 可能這是包天的不足 很多時候是導致的 通常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有些人經常吃的雞蛋白 吃生的雞蛋白 有一種成分叫做epidine 這種蛋白質 會將生物素Bioctin 結合了它 即是綁緊了它 令身體吸收不到 是 很多時候 我們腸胃方面 因為生物素不足 導致腸臟裡面 很多那些抑菌 正常抑菌都不足 我們很多時候 會用抑菌方面 即是補充抑菌 幾圖把腸臟的環境 去改善它 當然 除了包天之外 我們都會用脂肪酸 那方面 Long-chain fatty acid 和維他命B雜 又或者B6 B6 也經常叫抗皮膚炎素 是 是 是 很明顯 如果B6 真的不足 是 出現很多皮膚症狀 這是很明顯的皮膚症狀 所以 可以試一下 如果是 在B6 那方面 加強補充它 通常 B6 那些人 出現一種 叫做 頭皮 出現頭皮 會剝下 鼻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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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會出現一些 有點紅 或者是 鬍鬍位 在這方面 都有不同程度 出現皮膚 出現 有些紅紅 這種情況 我們會用一種 B6 方面 亦有些產品 是一種膏 是B6 有B6的成分 是 也可以調查一下 嗯嗯 除了B6 葉酸 Foliic Acid 和B12 都可以嘗試一下 在這方面 有些人 都會發現 改成這方面的問題 OK 飲食方面 避免這些飲食習慣 是 補充劑 阿麻子油 很強調 簡單的阿麻子油 和升 那方面 都可以是一種 有效的方法 嗯 很明顯的問題 和我們身體處理油 那方面的問題 嗯 大家不妨在這方面 嘗試一下 吸取一些好油 如果能夠直接買到B6 一種水形性的B6 就可以用來一種膏 但這方面 我香港也不太覺得 嗯 有這種 避免 可能要上網 都找得到 但很容易 是 簡單來說 先把營養方面 改一改 是 我這個 Kamen也有提及 我又不喝酒 又不吃煙 又少肉 又不吃罐頭 很明顯 她又不吃不好的食物 是 但好的食物方面 都未足夠 OK 一般的食物來說 就算你吃有機食物也好 都是減少了那些農藥 那些化學物質 荷爾蒙那方面的問題 但是 根本食物的泥土 現在泥土的營養 都不足夠 加上我們毒素的環境太高 是 還有我們壓力都比較高 所以 很多時候發現 都不足夠 不足夠營養 即是不吃那些垃圾食物 其實都不足夠 嗯 除了 補充劑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我很多研究 一般的所謂健康的人 做他的調查 都發現 他們連基本的營養素 即是基本的維他命 其實都不足夠 所以有時候 不要以為 我食物都不錯 我不吃垃圾食物 但是有很多健康問題出現 即是很明顯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用什麼 採取什麼工具 我覺得營養補充劑 是值得去做的 嗯 即是我們不是生活 一個很理想的 乾淨的環境 所以 即是要用些重症 重藥 即是要補充一下 看看 起碼在這方面 可以幫助我們 解決我們這方面的問題 明白 那這就是 希望幫到 先試試 你為你聽做朋友 很多人 我們都有同類療劑 是 為什麼我的同類療法 有時候我可以講一些療劑 我們常用的療劑 但始終同類療法 是很著重那個症型的 是 即你的症狀是怎樣 我們要配搭得好些 這樣才有機會 有很多資料 所以我能夠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什麼同類療劑 過去用過是有效的 是 當然 對一般人 對同類療法 沒有任何的認識 這方面的受過訓練 很可能 就算你聽了 都是只有聽字 有這樣的名字 但也知道 其實同類療法 是很厲害的 可以幫到的 但你自己去做 其實同類療法的藥 在外國 就很普遍了 在英國 歐洲 南美洲 印度 屬於第三大醫療 我都會盡量 把同類療法的療劑 給大家 認識 給大家分享一下 認識一下 如果你將來 真的很有興趣 在這方面的研究 這方面的書籍 英文書有很多 中文書 就很缺乏 是 我也希望透過網上電台 把這方面的資料 是跟大家分享 我都在我這麼多年的經驗 我自己有四科醫療的背景之下 我也有機會選擇 嘗試不同的方法 是 最終最終 我也覺得 同類療法 在治療效果 是比較廣泛很多 是 但這方面 真的需要 多點治療 需要功夫 不是一般人可以掌握得到 我也都企圖 在教授方面 在家庭的急救方面 我過去都試過教授 好 掌握得好的人 也有 好處就是 就算你亂用 你用錯了 都不會有什麼 很大影響 是否應該會 只不過是 不見效 最多是這樣的 就不會有任何的 副作用這方面 OK 我再聽一下 因為我們聽眾的信 其實都比較多 我希望 盡量用你們問的問題 和你們解答一下 因為始終我都要找一些題材 和你們談 如果你們是 可以給我一個題目 那我幫你去 在這方面 幫你分享這些資料 可能會方便些 是 沒錯 我們看看下一位 有什麼問題 沒錯 下一位 其實一位聽眾朋友 叫Tony 是想問袁醫生 關於牛皮腺的問題 Tony 其實本人 30歲 男性 有牛皮腺的問題 都已經大概有10年了 他就說 有試過美國的醫生 和中藥 也都試過 或者一些草本的herbs 也都試過 但是其實近這一年 他就停了所有的藥膏 或者是一些草本的herbs 他已經停用了 但是呢 都已經是 這個問題 纏繞他很久 還有還在發生著 他整個身體 和頭部 都有受影響 似乎真的很困擾他 所以就想真的問一下 袁醫生 會不會有什麼 自然的療法 或者是食療方面 有什麼可以幫助他 這位聽眾 他說在紐約 他是在紐約 所以他試過 在外國方面的 中藥 還有 還有另外一位 是相同的問題 是嗎 這位是 Sherby 是嗎 從Toronto 在Toronto 他們都經常聽我們 《Better Hong Kong》 《Club Over》 以及《Sauce Radio》 的節目 希望我們可以建議 是 有沒有一些自然療法的醫生 可以在Toronto 駐診 亦都想想問一下 袁醫生 會不會可以提供到 或者是推薦給他 因為其實他自己本身有 牛皮腺的問題 都已經超過了十二年了 暫時他都很想找一個 好的自然療法醫生 看看能不能幫到他 看看袁醫生這方面 有沒有什麼意見 可以給他 或者這樣 其實 我自己在多倫多讀 現在加拿大有兩間 政府已經 自然療法醫學院 我自己讀過的那間 都在多倫多的區域 也叫做Canadian 以前叫做 Ontario College of Natural Perfect Medicine 我1986年畢業 現在這個學校 已經變成一種 叫做加拿大的自然療法醫學院 Canadian College of Natural Perfect Medicine 你住在多倫多 你可以嘗試去那間學校的診所 因為始終所有的醫學院 都要有實習 無論你牙科也好 醫科也好 醫科只有大的醫院給你實習 但是在自然療法醫學院裏面 他們就有些門診部 在各地都有 在多倫多那間 我都去過 過去幾年來 我都回去 也都去過學校去參觀 他們有一間 有門診部 起碼大學的 學校各方面 地址有的 很簡單 你在電話簿 黃兒查一下 Canadian College of Natural Perfect Medicine 你查一查地址 在哪裏有電話的 有門診部 你可以去找 因為始終我是86年畢業 很久了 很多同學都在加拿大 不同的省份去行醫 所以 暫時 今時今日 我說得出的名字 我都不太多 所以 最方便 去那個學校的門診部 你不用太擔心 因為學生看你 因為始終 學生是有一個 很好的經驗的老師 跟實的 沒錯 他可能每個個案 都花了幾個小時 幫你跟 你認識一個診所 醫生未必可以 對 很詳細 所以不要緊 不用擔心 學生沒有什麼經驗 反而學生比較 花的時間比較 比較多 背後也有位 有位老師跟著他們 嘗試 Canadian College of Natural Perfect Medicine 沒錯 希望訪問到Sherby這位聽眾朋友 好了 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牛皮鮮 其實很多時候 可以這樣說 很多問題 背後的成因 都是大同小異 在自然醫療理療 病因的原因 都認為是毒素內聚 和營養不良 這兩個是主要原因 當然我們也會接受 遺傳因素 或者意外 這些都是病因 但最大的原因 都是毒素內聚 和營養不良 牛皮鮮 都比較普遍 沒有濕疹那麼多 但都比較普遍 通常你會看到 皮膚是 結了很多皮笑 有時候 有時候 銀色的白色 都有 是的 分布的情況 可以很多 很多時候 是 關節的背質 濕疹是關節的內側 比較多 但牛皮鮮 通常是外側 更多 可能是手背 腿 手肘 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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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有機會的 或者經常受過磨擦的地方 也會有的 發現 百分之五十 這些症 都是有遺傳 即是有家庭的關係 是 怎樣直接都未必直接遺傳 亦都可能會出現 有一種關節的問題 如果有關節的問題 我們稱為牛皮線型的關節炎 叫Soriatic arthritis 通常你會看到 那個指甲 都開始有變化 變得肝硬 是 一般來說 大概 一般人口裡面 有百分之二 一百個 有兩個到四個 都有這方面的問題 那麼 對於熱帶地方 黑人比較少些 嬰兒比較少些 牛皮線 一個很特徵 我們的皮是 生長得很快的速度 比一般差不多一千倍 那麼多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遇到牛皮線的病人 他們就會是 經過了 坐牡子多久 整個地上都是皮的 哇 因為生長得太快了 我們見過一些嚴重 差不多 成身百分之九十 都是牛皮線 真的很嚴重 很辛苦 很慘 紅色 整個 你看到的 整個一種白色的 口皮是分佈的 很多時候 我們做完之後 要馬上吸塵 因為他坐的地方 全部都是出現了 會不會很癢的呢 醫生 很有趣 牛皮線 癢的機會 比濕疹少些 我覺得大概一半的人會癢 癢不是一個主要症狀 反而濕疹癢是一個主要症狀 牛皮線通常都不太癢 很多時候 人們都會 在診斷方面 有些人都會搞錯 或者牛皮線 還是濕疹呢 是 剛才我所說 濕疹多數是關節的內側 牛皮線是關節的外側 牛皮線比較厚 皮線比較厚 一塊塊剝下來都可以 好了 到底成因是怎樣呢 大概現在都認為是我們身體的蛋白質 消化的問題 是一個因素 或者是腸道的毒素 就是包含托斯米爾 或者肝的功能 不太好 功能比較弱 肝是一個排毒器官 身體的很多問題 其實某個程度上 不多不少 都應該跟肝的功能有關係 所以我經常在前腰 很多時候老兄是清肝 清肝膽 我和大家分享過 當然 酒過多 還有很多動物的脂肪 也有因素 我過去有看過的資料都說 有些人 比如動物脂肪 不要吃那麼多豬肉 因為豬肉是吃垃圾的動物 但誰都吃的 所以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那麼蛋白質的消化度不好 會導致我們身體的蛋白質 沒有完整被消化 令到腸臟裡面的菌 將這些變成有毒的氨基酸 會出現這些 過去發現有這種情況出現了 通常我們在消化方面加強它 吃一些消化酵素也好 儘量確保 消化是完整一點的 有時候補充一下鹽酸 Kidrochloric acid 或者是胰臟酵素 每一餐都用 有時候加上維他命A 還有一個GOLDEN SEAL HIDRASUS 都可以減低這方面的症狀 這種草藥都可以幫助 既然我都說 腸毒素內聚是一個主要因素 所以很多時候 我都叫你飲食方面 多些纖維 起碼腸道可以清得好些 食物多棉 多些水果蔬菜 很明顯 纖維會多些 我們都在很多情況 我們都建議用洗腸 譬如說 毒素內聚 毒素內聚是百病重申 所以洗腸是一個很直接的方法 將腸方面的環境改善它 大家都知道 腸癌是第二大殺手 雖然我都不能夠說 有什麼臨床的研究 證實了洗腸可以減輕腸癌 但是用常理 沒有人做過不是代表不行 不是 只不過沒有人做這個研究 這些研究當然不是那麼容易做的 第一 你很難做一個假的洗腸 現在西醫所謂的科研的手法 需要雙重蠻障 雙重蠻障 即是要做一個假的步驟 洗腸裡根本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做到這種實驗 你不能做假洗腸 所以根本常不會有這方面的研究 可以做到給大家參考 但是我指下時用上理 你看看好像宋美玲洗腸 一身洗腸 慢慢洗的 她會活到106歲 她基本上到最後身體都很好 好了 當然高纖維的食物 即是吃多些糙米 全麥包 一些麥片 海帶 蔬菜 水果 這方面是很重要的 好了 還有一種草藥 叫做Sarsaparella 是 這個發炎 亦都可以幫助 令到腸道清潔 曾經所說 肝是一個很重要的排毒器官 任何方法可以補肝 都有幫助 補肝的Selimalamum 是 在西草藥裡 是傳統用了很久 是一種糊乾的草藥 減低煙酒方面 酒就傷乾 大家也聽過 都說過 還有清乾的方法 清乾的方法 我上一集都講過 很詳細 很多時候 可以聽回以前的課題 會有很多東西 慢慢地 一段長的時間 一段時間之後 很多的方法 可以掌握得到 嗯 好了 營養方面 原來苦瓜都可以 吃苦瓜都可以 是 或者苦瓜汁 因為它是一種抗氧化劑 很好 升 升 通常很多時候 我們遇到皮膚問題 升是一個常常缺乏的抗氧炎 是 所以升那方面 也是一個方法 還有 加了 Cromium 因為始終現在的文明病 跟我們的糖分進食太高 是很大關係的 這方面 Cromium 一個補充劑 在處理胰島素方面 也有些營養素 叫做 Gluton Phyol Peroxidase 那這裏是什麽情況 從哪裏來的呢 那 在那個 用一些 Cromium Cromium 和維他命E 都是一種 很好的工具 嗯 食物敏感 我永遠都是 趴路比利下 在瑞典 有些醫院 用斷食 和素食的方法 還有減低 那些叫做 蜜配的食物 Gluton 就是小蜜 裡面的成分 用這個方法 效果都不錯 是 即是這個 如果當你做了斷食 的情況之下 改善到 你知道了 你的飲食方面 很肯定是一個 關係 嗯 其他方面 油 皮膚這麼乾燥 很明顯 魚油 阿麻糬油 魚見草油 吃多些 深海魚 譬如青魚 Makaro Hurring 肥魚 這些 平時如果香港有機會 找到這種食物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來的 因為這個是一種炎症 有些油 是幫助 可以說是減輕的炎症 有些油 是動物脂肪那種油 就比較上會增加炎症的方面 嗯 當然也有些人說 哎 我嬸仔 或者當牠的壓力一大 這樣 牠就會 會辛苦一些 這個都可以這樣說 一般都會這樣的 當然 一般會減壓 有正確的人身觀 有些人 有些時候沒有太過執著 都會幫助我們處理 這個方面的問題 那 陽光 當然 太陽光 是我們所有生命的來源 是 地球的生命 其實那個能量 能量是太陽那裡來的 那 太陽裏面的紫外線 是對我們 有些人的牛肌線是很重要的 所以 有時候 我們都不要太過怕紫外光 因為紫外光 其實是對我的身體 是很重要的 適量曬太陽 是的 適量曬太陽 過去 有些人說 太陽 就不要太過烈日之下 不要在中午的時間 但最新的資料 就是中午時間 那種UV light 是比較強一點 就算曬得好 總之不要曬到 太久 曬到凍曬 曬到脫皮 這樣 適當地 就算是中午它曬 其實都是非常之 有幫助的 那 有些人 就用超音波 或者用熱膚的方法 原來都發現 對牛皮線是很有幫助的 是 所以大致上 大家都分享了 牛皮線的處理方法 是很有幫助的 那 茶方面 有些東西都可以查到的 比如有些物質 例如香蕃茸 或者有 辣椒 甘油 那些成分 茶那些東西都可以的 是 但在我的經驗 我們醫治皮膚問題 重心是應該在裡面 就是單單靠外面 外面 通常都不足夠 嗯 當你裡面醫好了 即是根元控制了 那再處理外面 那會令到你外面 是 第一 還有 受傷的皮蝕 皮膚 希望 加速它復原 嗯 這樣配合才可以的 很少 皮膚問題 借靠外塗 是可以的 雖然 當然西醫 習慣上 用那個 濾固醇的膏 那大家知道 濾固醇會破壞你皮膚的蛋白質 嗯 那麼 表面呢 初初就好像很快健康 肯定呢 長遠來說呢 大部分人呢 皮膚是破壞到 是更加難處理的 OK 所以醫療那方面呢 就是很多時候呢 就記住呢 我都認為呢 會員都是用一些 安全的自然的工具先 真的不行之後呢 才用些重手的那些藥物 那我覺得大部分的病呢 如果大家處理得好呢 應該呢 大家都可以快快活活 然後一個長壽的 的生活 是無疾而終 那些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 希望呢 我們可以把這方面的工具呢 是不斷呢 是跟大家分享啦 希望真的發揚光大 大家可以達到一個 真真正正健康長壽的人生的過程啦 嗯 好 成你貴言啦 醫生多謝你分享啦 那好了 今集差不多了 我們又要跟各位聽眾說 拜拜啦 好了 拜拜 拜拜 好 好